2010年那个Robert Gates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中国选的同一天来让他的第一架隐形的轰炸机歼20这个露面 那么在中国人他是熟悉这个所谓36G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可以把它看得说是一个是半脸黑脸 一个半眼白脸 那么那Gate他问说 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的讯息的话 也可以看出来说是不是中国人很懂得这个控制的主场 然后来要给这个来访的这个美国宾客 给他一个下马位 因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说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话 都希望能够超音赶美 那习近平讲过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 然后他要维持所谓大国的外交 所以他的外交政策的话 在很多方面都是希望说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 如果你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军方可能办一个黑脸 然后文官体系办一个白脸 那么照外国来猜的话 是不是这个事情是黑脸跟白脸没有中间说话的话 反而可以在虚实之间制造中国的优势 有些人都会想说 对吧